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一個很常使用到的工具 它叫做螺絲工 那這裡呢 螺絲工的用途到底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螺絲工 它是長這樣一個形式 它是屬於一個公牙的工具 那這個螺絲工呢 它就是跟螺絲是有關係的 我們螺絲需要去鎖附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運用到螺絲工 來做出螺牙出來 那這裡呢 就是用這樣的工具呢 做出我們要的螺紋出來 那這裡呢 它會有一些東西需要去輔助它 它也不是說用這個工具就能做了 以及說它可能還需要搭配一些東西 來跟它做保養以及收納的 那這裡呢 我就帶大家來了解一下 螺絲工到底它的規格是什麼 以及我們要怎麼使用與保養呢 首先呢 我來介紹一下螺絲工的它的規格 那螺絲工的規格呢 其實我們不用去記它的 因為我們螺絲工就是搭配著螺絲的 所以我們螺絲是什麼規格 螺絲工就是什麼規格 這是什麼意思呢 假設我們要M10的螺絲 我們就用M10的螺絲工 就用這樣的概念 那這裡呢 螺絲跟螺絲工它兩個是相符相成的 所以螺絲工呢 會有工音質的分別 就像螺絲有工音質的分別 以及說它有出細牙的分別 那我們最常使用的呢 應該是工字出芽 這方面是比較常使用的 當然部分有一些物件可能會是音字出芽 那這邊呢 就看各位的需求來去做搭配 那這裡呢 螺絲工我們比較常見的是兩種形式 第一種 像我們畫面上看到這一種 是比較常見直行的 那它前端這邊呢 會比較小 這邊比較小的地方呢 是沒有辦法去工芽的 它是讓我們去對準孔位的時候呢 比較容易一開始先進入一個工芽的動作的 那另一種呢 是像這種螺旋的 看起來有點像鑽頭這樣子的 那螺絲呢 它還有分第一弓 第二弓 第三弓 那這邊呢 因為是入門介紹就不要講得太詳細 那它主要呢 就是這兩種 直行的以及螺旋型的 那我個人用起來呢 我會覺得螺旋型的呢 比較好用一點 那用的時候呢 感覺它的工芽會比較順一點 那這裡等一下會來介紹之後 我們要怎麼去使用它 以及用什麼東西來去輔助它做出來 那這裡呢 就讓大家了解一下 螺絲工 它就是這樣的一個工具 那我們還要搭配其他的工具 我們才能真正的去使用它的 那螺絲工工具呢 我們要怎麼樣去搭配使用呢 那這裡呢 我們就一開始需要的呢 就是一個虎錢 那這個虎錢可能是虎錢桌 或是買來的手持式虎錢 或者是洗床上面的虎錢 等等呢 這方面都可以 只要是它能拿來做固定物件的動作都可以的 首先我們需要把物件固定住 固定完之後呢 我們的螺絲工呢 需要有一個螺絲工板手 那一般呢 如果是 台語的話 它會叫它是韓兜如 因為它看起來就有點像是一個 方向盤 就是有這樣的名稱 那還有另一種呢 是T字型的 那T字型又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 像這樣是甲鎚式的 另一種呢 是吉倫式的 吉倫式的話 我們就可以 轉動的時候 轉動角度比較小 有時候我們在公牙的時候呢 位置比較小的話 用吉倫式的話會蠻方便的 但是它因為 它的餅比較小 我們如果用這種漢兜如的話 我們在公牙的過程呢 會比較方便一點 那就是大致上用這種來去輔助它的 那還有一點是最重要的 我們在公牙的時候呢 我們需要潤滑油 我們如果沒有潤滑油的話 我們在公牙的過程會很麻煩的 甚至有時候會弓到一半 把螺絲工弄斷 那弄斷之後真的是會很難處理的 好 那這邊讓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這三種輔助工具 虎鉛 螺絲工板手 以及輪滑油 再來呢 介紹它的使用方式 那這裡呢 我們螺絲工比較常用在是 鐵製的物件 像是一般的鐵材 或是鋁板 鋁材 或是銅 等等呢 這類的物件呢 我們用螺絲工來公牙的話 會蠻方便的 那少部分呢 會運用在塑膠類的 好像是ABS或PLA 像這種 好比說3D電線有時候也會用螺絲工來輔助它的 好 那這裡呢 我們怎麼運用呢 就是我們用虎鉗把它夾住 那這邊我就試一下 就沒有示範太多 假設這樣我們把它固定住了 當然還有一個前提是 我們在公牙之前呢 一定要預留孔位 我們在沒有鑽孔的時候 沒辦法去做公牙的動作 那這邊預留孔位 如果你 不了解或是有興趣的 你可以去參考 異形孔精靈篇 那裡會有講解說 我們怎麼樣運用軟體呢 自動幫我們預留出我們需要多大的孔位 我們就不用去查表或去計算說 多大的 假設是M10的 我們需要預留多大的孔 我們運用軟體幫它算出來 是很方便的 那假設這邊預留孔位都預留好之後呢 我們就拿出我們的螺絲弓板手 把它轉開之後 那我就以這一隻來做示範 那把它固定住 固定完之後呢 記得把它鎖緊 鎖緊完之後 我們記得 我們拿這個方向 在孔位的孔位的之間呢 固定住之後 盡可能的呈現90度的狀態 好 那這裡呢 我們瞬時鐘是往下攻 逆時鐘呢 是往回退 那這裡我們在使用螺絲弓的時候 特別要注意到 我們需要 瞬時鐘加逆時鐘 這是為什麼呢 我們瞬時鐘就是讓它攻牙 那逆時鐘呢 就是讓它可以斷屑 退牙 讓它裡面的鐵屑呢 可以退出來 如果我們沒有做這個動作呢 螺絲弓容易會斷掉 有可能它會 轉的時候卡在一半 然後轉不動 你硬 把它轉下去它就斷掉了 因為呢 螺絲弓它的硬度非常硬 很硬的東西代表它很脆 所以你一不小心它就斷掉了 記得要注意安全喔 特別是像這種 特別小的像這種是M2了 好像針一樣的大小 你一不小心它就斷掉了 所以這邊呢 我們要特別注意到 我們必須要瞬時鐘呢 去攻牙 逆時鐘退出 那這裡呢 我們要怎麼樣轉呢 給大家兩個口訣 第一個呢 我們瞬時鐘轉一圈 轉完之後 逆時鐘退半圈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就是比較小心翼翼的 瞬時鐘轉半圈 逆時鐘退四分之一圈 那我會比較建議第二種 因為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慢慢來 我們攻牙切記 不要太急 越急的話 你可能到後面 假設螺絲弓斷在物件中間 是非常麻煩的 如果你斷的時候還有一點 一點螺絲弓的距離 你還可以用工具把它轉出來 假設是斷的很平的話 你根本是非常難處理的 所以這邊記得呢 我們在攻牙的時候盡量慢 那這裡呢 我們在攻的之前呢 我們拿出我們的潤滑油 從上方這裡 擠潤滑油讓整個螺絲弓呢 都佔到了潤滑油之後 你也可以讓孔位也佔一點潤滑油 佔完之後呢 我們就記得口訣 轉二分之一 退四分之一 轉二分之一 退四分之一 或者是你要轉一圈 退二分之一 都可以 那你就是在轉的時候去感覺它 如果你在轉的時候覺得緊緊的 轉不太下去了 那我建議你往回退 往回退的用意呢 就是讓它中間的鐵屑呢 可以斷掉 以及把鐵屑退出來 用這種方式呢 來去做攻牙的動作 那這邊呢 讓大家實際去操作 感覺會比較更真實一點 讓大家參考一下 那在我們攻完牙之後呢 我們再來呢 就要做一個螺絲弓的收納以及保養 假設我們都做完了 最重要的呢 第一步 我們要把表面的鐵屑都清掉 那早期的做法呢 是用刷子把它刷掉的 好 那因為現在呢 就是 氣動工具是蠻方便的 所以用氣槍把它噴一噴 噴乾淨之後呢 好 那我們就可以做收納的動作了 好 那這裡呢 就是一樣把它退出來 那我們的螺絲弓呢 可能有螺絲弓收納盒 或是你有一個塑膠盒子 或是像這樣的一個收納盒 我們就把它收納進去 那這裡我會建議說 盡量不要讓螺絲弓跟螺絲弓呢 互相會去碰撞到 因為呢 它這邊的牙呢 都是很硬的 我們如果放在塑膠盒裡面硬碰硬 假設你移動的時候 撞來撞去的 有可能它 螺絲弓的表面呢 這邊的牙會損壞 那可能會影響到我們後續 在攻牙的時候的一些順暢度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說 盡可能的讓每一隻螺絲弓 是分開的去做收納的 這樣的話呢 會比較 對於工具的保養會比較好的 然後收納完之後呢 我們盡可能的去把它收在一個 比較防潮的地方 像是防潮箱或防潮盒 那這裡為什麼我會這樣建議呢 因為台灣是一個潮濕的環境 假設你很常使用的話 可能還不太會有這樣的問題 如果你是比較少使用的 可能兩三天是一個禮拜 才用到一次的話 那有可能你下一次拿來打開 會發現說 螺絲弓的表面都已經生鏽了 那這樣子是不是會非常麻煩 因為有時候生鏽的話 假設它生鏽的厚度很厚的話 那這個牙呢就沒辦法用了 我們等於這個工具呢是爆銷了 那如果說你覺得 要收進防潮箱或防潮盒 實在是太麻煩了 那還有另一個方式的保養 我們拿出我們的潤瓦油或是機油 我們擠一點到抹布上面 或是你直接擠到上面 擠完之後呢 拿抹布這樣子把它擦拭一下 讓它表面有一層油 這層油的用意是什麼 我們如果東西會生鏽呢 就是沒有一層隔一層的保護 那我們塗上油之後呢 它這一個螺絲弓表面就有一個油的保護 那這樣呢 它就比較不易生鏽 那這邊要注意喔 是不易生鏽而已 它還是有可能會生鏽 那這樣子我們在收進我們的售納盒 這樣子你下一次使用的時候呢 它就比較不會生鏽 但是有一個缺點就是 你每一次拿的時候都會油膩膩的 那就是會比較困擾的地方 那這邊就看大家的需求去用 或者是說你覺得讓它生鏽就生鏽 那也OK的 那這邊讓大家去參考一下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 那剛剛所介紹的螺絲弓呢 都是使用手動來去做公牙的動作 那這邊也是有一些是用機械式的 好比說公牙機 它用這種方式去做的 甚至有一些是用手持式的電鑽 也可以來做公牙的 那這一塊呢是比較進階的 那比較建議呢是用手動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公牙的時候最怕的就是 我們不小心把螺絲弄斷了 那其實我們在這一塊呢 用手動的話 我們比較能夠預測到 因為我們在轉的時候呢 如果不太順暢 覺得轉不太下去 表示說你的螺絲弓有可能快斷掉了 所以我們用手動呢 比較能夠去控制跟感覺它 那如果我們用機械式的 好比說電鑽或是公牙機 如果要斷的話 它瞬間就斷掉了 我們沒有辦法去預測 我們一旦下刀之後 要斷它就斷了 所以這一塊呢 除非你非常有經驗 假設你沒有經驗的話 我還是建議呢 用手動線來感覺它 用感覺的呢 那種感覺會比較直接一點 好那這邊呢 好像剛剛說的 我會建議你把螺絲弓分開做收納 避免它硬碰硬碰碰的時候 牙會壞掉 好那這裡 那這邊呢 比較多人疑問的可能是 我們螺絲弓種類那麼多 要怎麼分辨它 其實呢 我們不用去記它 我們只要知道 我們常用的螺絲是哪一些規格 用那些規格來輔助就可以了 你不用去記說 螺絲弓它總共可能有 100種規格 喔這樣太辛苦了 我們只要知道 假設我常用的就是M10 M8 M6 那我們就知道 M10 M8 M6 這些螺絲弓規格 就可以了 那有一些可能是比較特殊的 我們遇到的呢 我們再來了解 好這樣就是OK的 那以及說 我們的螺絲 我們在公牙之前 需要預留孔位 那這個孔位呢 我們可以運用Study Wars的 異形孔精靈呢 來輔助我們知道說 這個孔就要預留多大 我們事先要賺多大的孔 好那有興趣的 可以去異形孔精靈觀看 好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分享吧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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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我們先看這個孔在這裡